喂 妈 中秋节我不回去了 今天中秋你还不回来 我 我这儿夜我太忙了 再说吧 再说 听说你弟弟失业了 夜不朝行啊 还在逛街 没事啊 他最近找了分心工作 说是大公司呢 不愧是你弟弟啊 这么快就能东山在一起了 他长大了 再也不是以前那个受点委屈 就跟我抱怨的小屁孩了 现在吃饭硬了 中秋都不回家吃饭 我妈可气坏了 钱重要还是家人重要啊 墨西还是没长大啊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 今天是中秋节 祝大家中秋快乐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产品 是中秋月饼 我这里的月饼有各种口味 欢迎满意 我妈妈的月饼 真是口味 找我买还有优惠 想要的点击下芒果物车 哎 墨西不是说去大公司了吗 对对对 马上中秋节了 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些月饼 你不是说去大公司吗 你又骗我 之前买了很多月饼 想着中秋发给员工呢 现在发不出去啊 就想着正好直播卖掉了 还不会是他女朋友吧 对不起姐 我又让你失望了 看起来是他姐 吓死我了 你又死人了 不好意思朋友们 刚刚出现一点小插曲 现在直播继续 我弟可不丢人 我弟是世界上最阎梦的人 真是狗 我弟可不像狗 他是我们全家人的志尊宝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这种好奇 我要马上来 我喜欢这么好奇 都别弄一下 辛苦了 好色都卖出去了 喝口阿木西补充一下营养吧 累坏了吧 嗯 这个好好喝呀 今天多亏了有你在 不过月饼都卖出去了 大夫回去给爸妈了 没事啊 爸妈又不喜欢月饼的口感 正好我买了这个阿木西 月饼味道的 正好应景 而且这个阿木西 还是和大化西油联名款 放在冰箱里 月光杯的月亮还会亮呢 这么神奇 姐 姐 今天谢谢你 快回家了 爸妈还在家里等着我们吃同样饭呢 嗯 我得回去陪她 你又帮她 因为我是姐姐 依靠 是情情最大的意义